選個放物質秘書的構造 這應該已經到齊了 是喔 好 放物質的秘書 水跟放物質的秘書 不再只是吸收了 我要把秘書走 運輸的第一個東西 我們要探討的是構造 運輸的構造 導管 跟假導管 假導管好像是那位管包 所謂的導管 導管是由導管單元 導管單元 所謂的導管單元 因為他已經是死掉了細胞 導管單元 上下相通 形成連續的管道 導管單元 以此上下相通 形成一根連續的管道 所以在導管裡頭 只要它是一根導管 基本上它會是從根 一路通一直通道機 一直通道夜 它是一根連續的通道 完全連續的通道 完全連續的通道 那所以在上下運輸之間 基本上水通過的時候 它不會遇到任何的障礙 所以簡單化一下 導管 開完細胞 開完細胞 細胞跟細胞中間這裡 它會形成所謂的 穿空版 穿空版 它會形成穿空版 這裡會有一個構造 我們知道的穿空版 穿空版這裡的細胞壁消失 對 細胞壁是消失的 這裡沒有任何細胞壁 所以水在流動的時候 所以從下方細胞流上癌 到穿空版這裡 那直接通過 它並沒有 它沒有碰到任何東西 它從下方這一個 假設這是A細胞 上方這是B細胞 當然已經不是細胞了 已經是屍體了 已經是死掉的構造 它從下面這裡通過 通過穿空版的時候 那一顆水分子 沒有碰到任何物質 因為穿空版 是一個消失的細胞壁 當然不是消失的密絲 所以它被自由的通過 這裡根本沒有任何東西 可是如果橫向的運輸 橫向的運輸需要有 壁孔 橫向的運輸有壁孔 橫向的運輸有壁孔 來進行的時候 壁孔壁孔會有出生細胞壁孔 讓它從壁孔 所以在導管 導管是由導管單元長下相通 加上相通 其實連續管道 因為相通是因為有穿空版 導管的橫向運輸 橫向必須通過壁孔 所謂的壁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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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畫大一點點 把這個壁孔畫得上 壁孔那裡頭的構造是這樣子的 中間有當初細胞壁形成的中膠層 中間有中膠層 中間有中膠層 中膠層外面它會有出生細胞壁在上頭 所以壁孔 所以會有出生細胞壁 因為是導管 後壁增厚了它又次生細胞壁增厚了 有一些地方沒有增厚 沒有增厚留下來的就是壁孔 所以它的次生細胞壁的增厚 次生細胞壁的增厚 次生細胞壁的增厚 次次生細胞壁 這裡就是我們所說的壁孔 所以當水 當水想要從左手邊這個細胞 穿過壁孔 當右手邊這個細胞的時候 這是壁孔 從壁孔穿過 它需要穿後 一層中膠層 兩層出生細胞壁 就是當初是活力細胞壁 所以壁孔的形成 壁孔的形成 是因為植物細胞 在導管細胞增厚的時候 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局部構造沒有增厚 沒有增厚的地方就留下來 形成所謂的壁孔 那如果是由 如果是由 管包通過有管包運輸 管包又沒有叫做假導管 有管包 管包細胞上下是尖的 那 所有的水分通過 必須要由壁孔 通過壁孔還不需要 也不需要 導舐離身體 然後 現在可以從壁孔再到壁孔 去途上去 出雲 入壁孔 去搭壁孔 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是管包 管包兩端縣間 就是廣稱 然后它这边有很多的壁桶 不管往上还是往侧边 都是利用壁桶 所以水的运输 水的流通 是由下方的细胞通过壁桶 再往上 所以在运输上面 导管会比较快一点点 导管会比较慢一些 但是基本上它们都是快速运输水分的构造 它们都是很快速运输的构造 所以主要的构造是这样子 运输的力量 运输的力量 运输的力量主要有三种 这样子 植物在生长的时候 它的形成层往内形成的那些物质部 底头就会有导管跟管包 当然导管是在水量很多的那一个季节产生 所以在春天还有接近夏天那一段之间 到夏天以后其实缺水的状况底下 它产生的是管包 管包跟导管其实一出生以后 一形成导管跟形成管包 那个细胞就死掉了 所以 其实是看 我这时候有什么管道给你运输的 所以 并没有说先用导管 不是先用管包 是看我现在要运输水分的时候 你有什么管道 它们都是死掉的 因为已经用刺身细胞币症候了 所有症候的红衣细胞都是死细胞 所以它们都没有细胞和细胞质了 那都没有 那都没有 只是导管跟管包的差异 导管的口径比较大 导管上下细胞之间的细胞币是打通的 我们正好人穿红板 所以它上下细胞币之间是打通的 可是管包没有 管包上下细胞币之间并没有打通 它们之间的通道是闭红 闭红那里还有一些细胞币 就是当初症候时留下来的那些没有症候的位置 所以那些叫闭红 所以导管跟管包的一些差异 好 所以运输的力量 我会把符擦掉 符特别人我应该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然后这一个可能没有 可能稍微画一下闭红是什么东西 有 会有 会有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 有这些读 那你参考 特别人都会认识 好 接下来 运输的方式 运输的力量 因为运输的方向是由根吸收上涵 所以我们从根看一看 第一个 根部 刚刚讲过 根部的中柱伸透压很高 伸透压比较高 伸透压比较高中柱 所以 里面的深大量高 所以水不断的渗进来 不断渗进来的水没地方去 所以知道沿着重柱往上 所以这是根部 周围的那些水 渗进来所提供的力量 所以 这叫做根底压 只要植物的根还活着 它有在进行矿物质的主动运输 就会有根压 根压会让水上来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的密液现象 密液现象 外面的土壤的水一直渗进来 当我的气孔无法打开 水无法大量快速从我的细胞 身体里头离开的时候 那一颗植物不断的水渗进来 它只会从叶子边缘 角质化比较活的地方 把水分泌出去 所以我们是它的B1现象 密液现象 所以根压会导致密液现象 这是因为根的伸透压 所以它是它 所以外界水不断的深入 所以身体里头的水越来越多 水越来越多 它只会只好从叶子的边缘形成 所以他可能出現 畢業 或是畢業 有時候你會聽到畢業 這樣變成這樣的現象 那有另外一個現象 你也會是因為鋼壓而收集到了 家裡有沒有種過絲瓜 種完以後媽媽收集絲瓜水絲瓜路 這個東西的時候其實要把金屋的地方剪斷 然後澆花澆水 那些絲瓜水就會越來越多 因為你澆了水 那根還沒有死掉以前 水就會不斷吃進去 絲瓜水把絲瓜水拿來當化妝水 基本上還不錯啦 因為至少你有根的那一皮細胞幫你過濾 所以你可以得到一些 你不要的有幾乎不會在你頭 然後植物的根會吸收特定的一些礦物質 所以裡頭有一些礦物質 所以基本上那就是水跟礦物質 再加上 那一顆絲瓜裡頭的一些有幾乎 所以 這種東西大概不能放太久 因為它會有 植物 那些絲瓜的那些有幾乎 所以它就很會 有一些味道 基本上主要還是水的礦物 所以絲瓜水的收集 基本上就是 透過更壓 好 毛細作用 毛細作用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管 導管跟管包口徑很在 導管跟管包的口徑小 那必須要你用血圍金 你才看得到那個口徑的大小 那 另外一點 水 對纖維素的細胞 有吸附有氫合力 所以本身又有內居力 如果沒有氫合力 基本上水不會往上 這應該你們有學過吧 所以隨便畫一個管子 這是一個管子 水在這裡它會形成一個這樣子的 彎曲的圖片 我現在是直接從側邊觀察 所以 把這裡局部放大 壁 這裡有一顆水分子 接下來會有水 這裡 感覺好像在教護理 這一顆水跟管壁之間的 氫合力 提供了它吸附的力量 拉住的力量 然後這個氫合力 接下來這裡會因為 彼此水分子的內距離 往下拉 然後這樣子的力量 它可以維持水到某種高度 所以它拉起來 你們應該物理會算 這樣子的毛細現象 所以水可以上升多高嗎 刪掉了 好吧 又刪掉了 所以 主要是 如果 萬一沒有任何氫合力 這一根管壁是 墊水的管壁 它跟水沒有任何氫合力 這個水素就能上升不了 水如果沒有內距離 水如果沒有內距離 它只有氫合力的話 只有管壁會黏住水 中間根本就不可能有水 因為 沒辦法把水拉起來 所以基本上它是透過 水對纖維素的細胞壁 因為那些纖維素 就是不要卡住內 產生的 所以它有很多腔跡 所以它有清合力把水拉上去 水跟水有內距離 所以這個就會拉 蠻高的 那不過這力量還是有限 更壓也蠻有限的 不過這兩個力量 還是很重要 尤其更壓的部分很重要 有一些落葉性的僑木 不要說它多高 假設它三公尺 像一些風樹 秋天的時候 葉子掉光了 明年的春天要長 嫩壓嫩液 那些嫩壓嫩液有沒有辦法把水拉上去 而且一定要用根壓 所以其實根壓可能可以提供水到那麼高的地方 所以其實根壓也很重要 對於一些草本植物而言根壓基本上 就是它主要的運輸的力量 防溪作用 防溪作用也有 那些大的 剛剛講的那些落葉性的僑木 它也有用到 不過接下來最重要的力量 最強的力量 增扇 增扇的拉力 增扇作用 增扇作用可以很快速的把水往上拉 所以主要的力量 91% 就是來自於增扇作用 那增扇作用 它所形成的那個流動 我們稱它來增扇流 不是增扇流 不是增扇流 不是增扇 這也不是某種古術的流派 只是它在導管裡頭會流得很快 所以 這叫增扇流 提出這樣子的觀點 它形成的現象是 當我發生了增扇作用 增扇作用 我的腋肉細胞的增扇 會上升 然後我會對我導管裡頭的水 會進行的 所謂的 拉力 增扇 拉力 以及 在筋裡頭的毛細作用的 內距離 那些水柱的內距離 他的理論 這是一個理論 這是一個說法 當然這個說法還蠻容易去證實的 根本寫的是增扇 這一句利拉力的理論基本上 他 可以改成更多難 好啦 我們來不及講這個 我們下次上 明天我們上課的時候 我們可以提這個 增扇內卓利拉力的理論 和那樣子的機制 好 然後明天再提 系統開幣的調節 然後看能不能開始 食物氧分居出的構造 就這樣 這樣就好了